有人说人越缺什么他就越要展示什么 我们的朋友圈也不例外 可是国外有个人每天都在发好车私人飞机 小编严重怀疑这个人是修车厂的员工 可是看他的衣着又不像是修车工 难道现在装逼都这么专业了吗 后来经过百度才知道 这个人是澳洲的一位亿万富豪 从事的是烟草行业 富豪谁没有讲过 可是没见过这么高调的富豪 据说这位澳洲富豪每次出去旅游 都会拍照片放在社交网站上 其中照片的内容无非就是成群的美女和豪车 还有他那炫酷的私人飞机 富豪还有一个让人看不懂的操作就是 他每次出游都会带上他的豪车一起出游 这后工团也太强大了吧 出门开豪车远程开飞机 还有一群秘书陪伴 想想都觉得很美 这位富豪和其他富豪相比 除了爱炫富 其他都一样 比如收藏汽车 据说这位富豪收藏的汽车真的是数不尽 什么兰博基尼 法拉利 劳斯莱斯这些 已经多到了不知放哪里 小编想说 我好想帮这位富豪解决烦恼啊 这位富豪虽然超跑很多 但是也有钟爱的硬汉车型 比如说这款奔驰越野车 这车属于奔驰G系的越野车 如果说性能的话真的是世界顶尖 简洁概念的车身线条 配合优郁稳重的车漆 这气质真的是棒棒的 也不知道这位富豪的人生过得到底怎么样 不过小编确定的是 他每次出行肯定会有好车美女为伴 想不幸福可能都很难吧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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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